黃惠倫來舉圈或叉 來 請出題 台灣每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有過敏的問題 請問哪些生活中的習慣 會導致過敏 什麼事 什麼事 要等房長喊 什麼事 齊全想說我的肚腸 我前面在講你都沒在聽 來 請搶答 來 院長 我這邊 又是你 就是我個人 如果我三個月不打掃房間 我就比較 好 鼻子過敏 正確 來 請加2000 然後有時候這邊 一個零半 對啊 每個人也不一樣 濕氣又重 你剛剛那廚師是抽 你把他答案講到會不會 沒有 我們說在那個 今年 今年 我們很常看到熬夜啦 熬夜的人來 他的過敏常常會大爆發 他皮膚可疑是在講錯 根本就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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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拔掉了 熬夜 後面壓力好大 正確 來 其實日夜顛倒或者是睡眠的 這個作息很混亂 免疫力自己都會這樣上上下下 像空姐這種 對 所以其實你看空姐 她們會有自己獨特族群的一些毛病 對 把空姐來看病嗎 對 而且她們通常還會帶一些 睡眠的問題 甚至是懷孕上的一些問題 而且連驚奇都會亂掉 一下飛白天才會晚上 來 請加2000 像是以前我家裡有養兩隻貓跟兩隻狗 那我弟弟每次來我們家他就一直打噴嚏 所以養寵物也會造成過敏 寵物的過敏對或醜 那是肯定會的吧 嗯 依佩 吃生冷的食物是不是也會容易 我自己 我自己的體質是這樣子 吃生冷的食物 對或醜 對 所以愛吃日本料理的也容易 應該說像生冷冰冷 可能會對於溫度的差別 或是一些食物 可能或許有一些過敏原 它沒有煮熟 沒有煮透 或許還是會增加你的過敏的機會 好美 可是問一個問題 你如果出生在北海道 或俄羅斯那個 就應該不會了 瓜哥問到重點 其實很多疾病有基因 基因跟內部環境跟生活的要素 它那個時候它的基因 或許那個就不會對它造成過敏 真的啊 抽菸 抽菸有沒有 直接傷害抵抗 對 所以抽菸沒有什麼好處 不要亂補一支 對 來 加2000 我講空氣污染 因為我這本書裡面提到 違規了 也太誇張了 違規了 對你的行為過敏 那個實驗證明 如果那個小老鼠它吸收到 那個有空氣污染的 空氣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立腺體 在它的呼吸道裡面會受損 對 這樣的小朋友 像小孩子 或者是小老鼠 你再給它吸到一點 或吃到一點過敏原 它會很嚴重 對 就是空污P2.5 它會讓我們的過敏症狀變惡化 尤其是那些氣喘或過敏性鼻炎 來 空污的問題對我所 瓜哥 因為 醫學博士 可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那是過敏原 然後我們剛剛提醒說 我們這個習慣 你如果告訴我說 你因為太常去接觸空氣污染 或是你因為沒有戴口罩這個動作 或是因為可能我就會說 它是一個生活習慣 因為空污是它過敏原 可是它不是一個習慣 那個是習慣 好 了解 不是習慣 那是不可能 沒有辦法造成的環境 它自己 對 環境是它的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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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這樣 OK 好 了解 不過它也拿起書來了 有 沒有 沒有 它拿書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拿卡 那今天 不要講地址了 沒有 現在 其實瓜哥剛才已經講了一個 我想這個沒有人拿出來 我應該可以講 好 就是經常進出忍熱的環境 有 高哥看著說溫插 我只是把它撿過來 當我的答案 忽忍忽熱 對我錯 來 恭喜加兩千 謝謝 謝謝 來 那剛剛因為講到我弟弟嘛 那我弟弟其實滿可憐 因為除了我養寵物 我媽喜歡種花 對 她在家裡 花粉 花粉 剛剛有人講花粉過敏嗎 還沒有 沒有 花粉是一定有的嘛 來 種花 來 請增加兩千 有 好 依佩 我想 當然也是瓜哥有說 但應該其他人沒有說到吧 就是生活習慣 例如濾網不常清洗的話 是不是容易過敏 濾網不常清洗對我之後 恭喜加兩千 加電的濾網 沒想到我們隨便一開口 就提示這麼多人 自己別再說了 好嗎 OK 換我 換我了 我不能講 喝酒 喝酒 他是抽菸 喝酒都來了 對 都是他 喝酒 對 喝酒 來 增加兩千 這個我們剛剛 我想到了 也是在環境的過敏源 譬如說 經常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很喜歡在家裡點精油燈 然後那個整個精油的環境裡面 有可能就會有過敏源 他不知道那個精油對他有過敏 然後他們就一直不斷 沒過錯 來 恭喜增加兩千 所以各位滿精油 不是他擺在二 三十種 每一個都讓你 這個味道 這個好啊 你都不知道是油龜 可是我以為點精油是好的 如果你對那個沒有過敏的話 我可以補充一點嗎 你請說我個人的經驗 我發現我聞到那個精油 如果是化學溶劑萃取的 我會過敏 但是如果水萃的 就不會 所以精油的萃取工法會導致 它在裡面 蘸發出來那個有沒有化學溶劑 然後會讓那個 就是個人的經驗 然後我可能其他人我不曉得 來 做個參考 那這樣很好啊 大自然你保護 你自己的DNA就保護自己 也就是說大自然的香氣 我們通常不大會過敏 但是如果人工的香味 比較會有這種問題 是 來 佳生 這個床單 枕頭 就是長時間都不換洗 可能上會有抖的毛啊 頭皮屑啊這些 來 對活動 有 來 請增加兩千 還有一萬塊 大家加油啊 儀佩 OK 我剛剛講是吃生冷的食物嘛 那吃油膩的食物 是不是也容易會有過敏 來 油膩的食物對活動 不錯 跟我講 油膩這可能可以太廣泛去解釋 如果你因為這樣破壞 你體內的菌相平衡 你因為造成體內發炎 或許可以 可是它不是那麼長 所以我們吃油膩會過敏 好 來 真打 這是我太太 我太太她去一些 會讓我過敏 對活醉 你怎麼知道我心理的答案 這會播影子 你怎麼會看 我太太去一些特殊的 就是沒有去過的泳池游泳 回家整隻腳會很癢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 因為剛剛有十幾隻槍狼腳的人在游 對 誰知道呢 所以就是可能游泳的習慣 對裡面的濾或什麼的過敏 來 背後手 確實是這樣 沒有去過 對 尤其在室內的游泳池 特別會容易導致一些過敏的產生 加兩千 來 幾年 這個 我以為森達會繼續抽菸喝酒 過 對 那抽菸喝酒完回到家 太累了到頭就睡 第二天才起來洗澡這樣 就是常常 就是熬夜或者是抽菸喝酒完 就不洗澡 然後就直接第二天又起來 不洗澡 不是 前面都講過了嘛 就熬夜抽菸喝酒都是 除非你講賭博 不是 你說不好的習慣 要全部講一對對不對 不是 因為賭博會賭熬夜嘛 三天三夜不下桌也會過敏 我這個故事很完整耶 是 對 我說 不洗澡也會過敏的 是 真的喔 對 也有用 增加兩千 皮膚科院長 來 佳生 之前在網路上 有看到一個那個 英國機構的研究 就是說有些人 就是現在都待在家裡上班 所以他就躺在床上邊吃東西 然後邊工作 那這個吃東西的這個食物 跟他這個習慣就會導致他過敏 應該可以 應該也就是一個比較 不良的生活習慣 暗示就是說你 又常吃 又少動 這樣子 就會導致會容易過敏的產生 來 請增加兩千 正打 有 來 該你了 還有兩個位置 吃隔夜菜 對 後送 吃隔夜菜絕對會服 怎麼可能 對 所以我們可能這個是 沒辦法說就是那麼精準地去講 如果說你因為隔夜菜當中有一些 常常在吃 那你導致很多過敏物質的產生 那我或許會這樣回答 可是隔夜菜不代表說 它就一定會有過敏物質 那正向關聯沒那麼緊密 可以這樣 宿長 好 經理 越來越難 還有兩個名額 4 長吃海鮮 長吃海鮮對或錯 也算好難回來 海鮮當然是一個過敏原 對 如果你容易對海鮮過敏的人 長吃還是會容易過敏 隔夜菜好嗎 剩下2000 5萬4 最後一個答案 這個生活中 我的習慣都是聽老婆的話 所以她每次叫我去修個東西 訂個木板 那我都去聽她 就訂一訂那個粉塵 裝潢的那些就 好 裝潢的 裝潢的粉塵對或錯 壓制的 粉塵當然是一個過敏原 謝謝 謝謝 好 請增加2000 滿厲害的 能夠跟醫院長拚的只有你了 5萬塊搶完囉 是的 我們來宣布一下獎金 好 加深1萬2 伊佩8千 升達1萬 陳醫師6千 李醫師1萬4 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話 會不會 我想應該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基因的問題 那如果生活環境 就是你的內部不平衡 你因為毒素接觸太多 或你自己不運動 久坐 睡眠不好 壓力大 像很多中年慶 一些跪斜 全部都脖子過敏 就壓力來運 不過你因為 你的防腐劑 塑化劑 反式脂肪 PM2.5 種種的一大堆接觸到太多 你體內的過敏免疫 就會變嚴重 容易發炎 容易腸道不平衡 容易會有腸肉症就過敏 那其他很多的過敏 我們可能避免不了 可是我們要把內部環境 很健康 就是要多運動 健康的飲食 這樣就會很平衡這樣 進行下一回合 贏者全拿